你帮我们拆解一下究竟华元电力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去年仍是一个大家热炒的对象 很憧憬,又是火电,转到新能源业务,好像很大的冲劲 突然今年就变成了大家好像很退气 究竟现在华元电力跌势是什么情况 大家是否需要不要再留乱呢? 我分开两个层面说,我尽量简化去说 首先第一件事,虽然你说由之前大概24-25号这些商顶的水平 20代元跌到现在16元跌得很夸张 但是反过来,我又提醒大家 由去年,我没说太远,7月份的时间,其实是10元而已 当它由7月份升到去年12月,5个月的时间 由10元升到28元,你又不觉得夸张 那它现在回吐回来,你又觉得夸张 其实只容许它升不让它跌,又不是很公平的 那反过来,会不会之前是大家冲击得太多 股价累积升幅太急 当有一些坏消息出现的时候,抛售压力就自然大了 好了,第二个客观环境就是,就算电动车也好 或者其他的结症能源也好 其实到去年年底,今年年头,都是一些回吐的 因为大方向,大家喜欢买一些传统东西 买一些修饰东西 所以你看到中移动,汇控是升的 这个Sector Rotation也都断定到 会加大这类型股份的回吐压力 早安,好,谢谢 感谢观看